淡水游艇施动力 200旅客河上飘 河面上黑鸦鸦一片 只有这艘观光游艇 大河之恋皇后号 亮着灯孤独漂流 昨晚8点 他在靠近淡水渔轮码头 400公尺处 因持续动力无法靠岸 在芙蓉饭店淡水河 大概距离400公尺 有一艘大河之恋皇后号 这个游轮的搁浅 因为它失去动力 海巡署获报 出动三艘巡防艇 并联合附近游艇业者 前往现场抢救 最后一共出动五船次 将游艇上219名游客 分批接驳上船 幸好大家只是虚惊一场 船上受困的游客中 有一半是退伍军官级眷属 大河之恋皇后号游艇 紧急维修后 也恢复动力 开回岸边 动新闻平安就好 报导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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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